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螃蟹幼崽 它已经有点发色了 有发现吗 而且它的一个触角已经是 慢慢的颜色变深了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 它的几个爪子是透明的 偏银色 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这个爪子 现在已经是发黑了 而且它的眼睛越来越大 头也是越来越绿了 我投喂了一些康夏继续的 看它也没有捕捉 然后它的活力 目前来说还是比较OK的 我觉得我能把它给顺利的养大 你看这个小爪子 是吧 你看这个小爪子跟刚来的时候差蛮多的 越来越黑了 而且它的尾巴还是动的很厉害 不停的在动 眼睛怎么越来越大 像这个像两个大灯泡一样 不知道它这样子一动的话 是不是会很累 哇哇哇哇 应该看侧面 看到了吗 侧面 屁股上面的这个颜色也出来了 一条条像小豹纹一样的条纹 哦还是很期待它长大之后会是什么螃蟹 然后我去问一下相关的那个大佬的到底是什么螃蟹 说实话真的有点好奇呢 这个背不会是青蟹吧 感觉不像青蟹哦 那是什么螃蟹 那么就是海里面不知名的小螃蟹 不知道它在干嘛 为什么会这么的激动 好吧 那我们就再等一下 你看它背面 好看 从上面来看它 从上网来看的话 还是像一个小冰棍一样 但是从侧面看的话 就能看到明显的一些变化 它估计是看到这个玻璃 然后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吧 应该是这样子的 ots are the ones 我们忍愿的是 有个 LAU�开始 就不要变化 都漂亮 那么这补业 真的不不不怕 老四